彭亨瓜立碑发生了恐怖夺命车祸 一辆第二国产车Alza在过弯道的时候怀疑失控 冲入反方向车道猛撞上一辆运载车辆的托格罗里 随后再被罗里拖叶撞向路旁的防护堤 导致轿车几乎全毁 车上母子三人当场丧命 这起车祸今天凌晨两点多 发生在立碑路往返文达第17公里处 靠近日黎花园的路段 第二国产车里的34岁女司机 坐在后座的10岁儿子和3岁养子 因为头部重创当场死亡 托格罗里司机则没有受伤 立碑警区主任阿兹里说 女司机的丈夫是巴法林在野警局的警员 事发时她开车载着两名孩子 从吉隆坡返回吉兰丹家乡 三名死者的遗体已经送往立碑医院进行解剖 警方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四腰之腰 鲁莽驾驶导致乘客或他人死亡